11月24日消息 今天 胡人队出场以90比83战胜犹他爵士获得三连胜 在这场艰难的防守大战中 詹姆斯表现稳定 初战35分钟 拿下了22加10加7加2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詹黄的两个儿子 都来到现场助阵 大儿子布朗尼还在斯塔普斯中心首次上演了口篮 詹姆斯和英格拉姆球哥基奖全场比赛 詹姆斯十几投八中 三分五投二中 六发四中 得到22分十篮 其助攻二强段一概冒 正负值 加13与鲍尔并列全场最高 詹姆斯的得分钟有18分来自下半场 他在末节关键时刻撤步超越三分 并且叙莫佛克斯 詹姆斯在后说 我们正在努力成为一支优秀的球队 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依靠防守来赢下比赛 今天我们就做到了 詹姆斯表现如此出色 或许是因为两个儿子今天都来到了现场助阵 14岁的大儿子布朗尼和11岁的二儿子布莱斯 跟着大表哥一起坐在看台上 两个宝贝儿子和大表哥沾黄 平时就喜欢跟着音乐开舞 两个儿子也继承了他的基因 赛前布朗尼和布莱斯 跟着现场音乐的节奏跳舞 看上去布莱斯的乐感和节奏感更强 动作很协调 比赛结束之后 詹姆斯和两个儿子接打庆祝 儿子们到场督战 老爸当然要赢给你们看 值得一提的是 在赛前 穿着牛仔裤的布朗尼 还在斯塔普斯中心首次上演了扣篮 单手扣篮 非常 漂亮 随后 他还在底线投三分球 可惜打在了篮架上 布朗尼不好意思的双手一摊 布朗尼